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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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喜歡我 你們不懂你 啊 現在我們來到了十分 剛在車的路途上就已經看到很多天燈在天上飄啊 咖啡啊 不過這裡也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上次你有來嗎 來過了 有放天燈嗎 放過了 哎呀不好玩 你沒有問跟誰放 快點 問 不告訴你 沒有走過掉橋 沒有耶 沒有 真的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真的 有沒有去過神頭山 有 神頭山有沒有掉橋 有 小朋友講騙話 這不是我拿鏡頭的技術差齁 是真的有一點搖啦 你有去高正嗎 呃 沒有 沒有啊 這樣咧 不要不要不要 你看這個橋下面有沒有 要吃農胎 要不然別人說我們欺負小孩子呢 是這樣啦 哇 哇 你看這裡超熱鬧的 到處都在放天燈 剛才我們走過來喔 這麼多家都是賣天燈的 對 為什麼我們來這家 你說他們給你什麼好處 我是真的是完全沒有好處 欸 賣的都是一樣 對 那為什麼我們來這家呢 這家因為這家是創始店 第一間 就是他爸爸他父親創立的 哦 對對對 所以你會發現到這裡的人 最密集啊 嗯 最密集啊 那邊的人比較少 所以就是就是 就是放他們的武器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 這邊的人會希望 這個是 創始店第一間 第一間 那我們一樣花一樣的錢 我們當然是要來老店 為什麼要放天燈 放天燈是一個祈福 在三國的時候的時候 是有孔明 祖閣孔明他發明了 這個天燈是軍事用 以前是 在晚上啊 要襲擊對方軍隊的時候 那樣拿來使用照明了 但是到後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祈福的作用 而且當初啊 沒有電話 可以打的時候 在鄉下 他們可能會到外 旁邊那裡工作 在那個村裡面的制高點 放一顆白色的 是有人往生過世的 如果帶一個紅色的 會拉一條線的時候 代表這個村莊裡面 在他們港風裡面啊 有一個誰的支持 哎呀 是不是女生小 女兒子出生啊 就怎麼樣 那這有代表各種意義的 如果有人打搶的時候 敲駝打鼓 在看天燈啊 我們外面隔壁的洞 就會趕快趕回來 這個是天燈的餘兒 在這邊的餘兒 而且台灣只有十分 這個平氣區這邊 是合法可以放天燈的 因為這裡沒有飛機會經過 它會飛得非常非常的快 不用擔心說 那個天燈它會燒掉 因為它裡面的金柱 它是有震那個氣 對 它變很高 你看很高的時候 它下來的時候 它已經全部燃燒完全了 所以掉下來的時候 也不會燒掉 雖然說 很多人都想說 放天燈不環保 但是在外面的這些 肉圍的這些 安哥 安弟 他們撿一個天燈 下面那個竹子 一個是有七塊錢 那個子也是可以當作回收 也是另外的一筆收入 他一天只要撿二十個 他今天中午啊 兩公婆啊 他都有星期飯 可以打星期飯來吃 可以吃飯的 就是既環保啊 然後又可以吃飽飯 就是 這算是雙贏啊 你們兩個都沒放過吧 沒有啊 那我們就放一下吧 來 這邊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很單純 我以為放天燈就是 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的規劃 就是你想要放什麼顏色 就放什麼顏色 不過原來每一個顏色 都有代表性的 健康 金錢 事業 讀書 前途 愛情 發望 桃花 幸福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需要 我們私底下慢慢談 OK 你看 這兩個超認真的 在寫他們的那面 我也要努力地 我自己做 來 回家 準備好了嗎 來 你剛才寫了什麼 說來聽一下 開開心心 朋友平平安安 你懂為什麼他寫這些字嗎 因為 開心跟平安是最容易寫的 他不懂怎麼寫 別的華文字 好啦 我們再走走 看看看有什麼 Let's go 我們 站在那邊拍照 結果突然被趕出來了 為什麼 嗲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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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嗲ss 剛才官哥跟我說的一個東西 他講這裡的烤玉米 不太適合我們新加坡人的胃口了 你有沒有試過 沒有 我們猜一下 長大吧 烤玉米大 通常啊這種東西要讓新人來嘗試 我還沒有吃 快點 燒 燒會著火的嗎 燒 鹹甜的 好吃 適合我的味道 適合我的味道 它的口感跟我們平日吃的玉米很不一樣 它烤到它有一點在吃芋頭糕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你們要試一下 在那邊燙我什麼感覺都沒有 我整個舌頭都麻掉了 我們下午的時候在酒份吃了太多太多了 然後來到這裡看到很多想吃的 不過現在真的是還吃不下 怎麼辦 我們一個還有幾個夜是要吃的嗎 我們慢慢一個一個 慢慢來 一個一個購物慢慢來 慢慢花時間去挑選我們要吃的東西 大家來猜一下 這位大英雄是哪一位呢 曹操 用自己的肌勁啦 真的真的 因為你懂曹操對不對 對 還有誰敢 劉備 誰 曹操 對 曹操了 當然 拿來 等一下 你怎麼知道 可以留下 你睡了 你睡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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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嗎 她睡醒了 我睡醒了 你睡醒了 你睡醒了 好嗎 你睡醒了 你睡醒了